有时候太在意外界的眼光 反而会成为梦想的阻力 伊兰这一对高学历的夫妻党 就没有被纷扰的声音干扰 而是朝着内心的声音去走 他们回到乡间当起农夫 并且随着四季做烟菜酱料 像是这个时节 院子里就飘满了腊肉的香气 岁末年中这一天 太阳难得露脸 田间一片青壁 被果树红花绿叶包围的家 要不是由美红电话领路 早已经在田径间迷食方向 家里厨余 统统进了鸡的肚子里 养鸡倒不是为了日后食用 而是妇科小时候的田园生活 其实我要求很定 我只是希望他 可能不要有精神上面的疾病 然后身体上也还可以 我觉得这个已经是我 算是人生一个很大的回馈 就我很成功 算一算 从繁华台北回到宜兰原生 也已经二十个年头 小孩长大了 他很来轻松 也摸索出 在乡村该怎么过活 该怎么填饱肚子 一带四十五公斤 五十公斤 要练体力 这一天专门负责 管理田间稻作的赖青松 来来回回 赶着把 存放在冷藏库里的稻果 送到年米厂年米 好出货给独友们 美红则赶着做第二批腊肉 因为已经有一堆订单 追着他跑 因为我很喜欢做东西 那身边看了这些食物食品 在那个各个季节 不同的那个季节流转里面 然后他们就会做一些 我从来没看过的 成大历史系毕业 销售不爱念书 最大最大目标 就是当位家庭主妇 大学参与环保运动 认识环工系的赖青松 毕业后 他成了他的另一半 开始务农生活 跟着姑姑 沈婆 阿姨们 学做四季食品 腊肉就是其中一项 这个肉就是在地的 那个宜蘭的黑猪肉 其实我很喜欢 去跟这个老板买猪肉 他有点像是在嫁女儿 他每次都说 你看看 这个 很漂亮 然后就是很有亮度这样 其实你一看就知道 那个猪肉是很健康的 另外就是很简单的调味 我就选了高粱酒 对 五十八度的 然后再加上那个很棒的那个 花椒 然后就盐 跟糖 用的配料 几根手指头就可以算出来 极其简单 却很美味 烤的就是选用新鲜食材 原本做给家人吃 请客用 后来客人吃上瘾 只好开启工作法 入冬都要做上好几批 用那个五十八度的酒下去之后 然后按摩 那个酒气是上来的 我觉得我都快醉了 对 其实就 其实那时候做也是让小孩感觉 就是说 除了在乡下的生活之外 它 这些食材 这些吃的东西 跟着四季还是会不一样 浸泡 洗涤 风干 烟熏 制作腊肉的工序 挑战每天忙碌的他 其实乡下有很多手作老人家 年纪越来越大 但没有徒弟 吴美红就成了那一位 最年轻的骑老 我就是每年都做 夏天的时候做豆腐乳 做酱油 然后冬天的时候做腌腊肉 做那个菜脯 一年做过一年 跟着时节轮转 更换手作 在自家大花园里 已经变出超过二十种腌制品 原来因为冬天没有太阳 所以他们的菜脯是 不用晒太阳的 然后他们用了盐巴去腌过 然后把它的水分拖出来 之后再用把那个石头 把它的水压掉 然后全部都塞到那个玻璃皮里面去 之后它就会变得有点浮沫 后来发现是有点轻微的发酵 不过那个很有趣 就一方风吐 就有它一方的食物 蔬菜 水果 肉类 都可以装进瓶瓶罐罐里 对于旧爱沉浸在柴米油盐酱醋茶中的 妈妈来家 这简直是个快乐天堂 做好的东西自家吃外 还供应餐厅 以及赖轻松的姑友们 这些人的这个尾头 收人的钱 替人家装这个地方 最好是从保产 管理到月子 特殼 药物 包装 我们都给我们的手 好不然我们继续都知道 更不说人家说 你都没怎么改水了 因为你没看到 2004年 日本研究所课业研修结束 赖轻松带着全家回归田野 也把日本共同购买的经验 透过成立股东俱乐部 一一实践 这位高材生 自愿当起田间管理者 选择不使用农药和化肥的 自然栽培法 种植稻米 选择一个 选择我们宜然这个土地的 稻米品种 然后产量不要追高 尽可能尽量以品质为第一考量 因为我们中间一个没有业者 我们的东西 选择耐轻松的米 好不好吃 消费者股东会直接打分数 有胜土地 生产安全的东西 既是珍惜自然环境 也是珍爱吃的人的健康 消费者不怕贵 他怕吃 我如果更贵 真的都没关系 我如果鸡鸡鸡一千次买到鸡 我真心 真心握住了 他把田间的工作写成文字 数字绘成图表 怕读者觉得枯燥 还会画画来表达 一张一页都是他从农以来 发给成员的农民力 股东每任养一个单位 就可以获得多少产量 每到插秧 收割或是冬至 都市的姑友们 就会被邀请到田边 参与农士 看看自己吃的稻米长什么样 我们家吃的也是这包 不然你都知道 就是这样 其实追根究底 农夫桌上那一碗 他自己吃的饭 可能才是最真实的 不拼产量拼的是食安 能机械化的就交给机械 平时他要寻残醉 除草 观察到做有没有异状 收割后的储存 粘米 包装 寄送也都全部包办 农业向上推广 也要向下扎根 耀眼东洋 日光塞在水田上 一方水土 下水接地气 食农教育一点一滴 深入人心 赖轻松的田园经验 被写进教科书里 夫妻倆宜居开墾 一度被亲戚邻居 视为遭楼倒贵 还好他们都是重视自己 内心声音的人 碰到亲戚的时候 亲戚会问嘛 说你儿子从日本回来啊 日来做什么啊 公公当然就是脸色就很难看 然后婆婆就说 不知道啊 都没有跟他们联络 不知道他们最近在做什么 可是经过这样子十几年来 我觉得他们也慢慢地接受 夫妻俩的作为 刺激许多人的末梢神经 农夫不再是社会最底层 股东俱乐部的成立 带动都市人体验当农夫 越来越多人加入耕作行列 改变种植方式 要说有钱出国是最快乐的事 在他俩的世界 一辈子不离开土地 才是最幸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